大家好,我是小飞,今年29岁 你老妈今天来干什么你知道的 我知道 为什么是你一个人来了呢 其实今天这个事情我根本就不想牵扯到她 我觉得我一个人就能说清楚 那你就说吧 其实我跟我的上司就是普通的上下级的关系 同事的关系 普通的 对 不可能 你是她的 我是她的助手 你是她的助理还是助手 助理 你对于你妈妈给你安排的相亲 相亲太老土了 就是我们不会采取这种方式 我让你相亲你不去相 我跟你叫男朋友你不去 你一拖拖了五六年 妈 确实我们现在工作也是非常的忙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也是在事业的上升期 你就多理解理解我 你快三十了我的孩子 你不是不是二十岁 刚大学毕业呀 妈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妈妈一把死 一把尿都把你拉扯大 妈妈出国的机会都放弃了 就为了你 你都没机会 让妈妈这么说 妈妈你不要再逼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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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 你一直以来都只是我一厢情愿的 跟她真的没有关系吗 一直以来都只是我一厢情愿 你为了这么一个男人 让你相亲不相亲 让你找对象不找 好 你值得吗 让他出来 他要不出来 我今天跟他没完 他不出来 得给我讲清楚 把我女儿拖了这么多年 拖了五六年 阿姨你必须要找清楚 这算什么呀 他绝对不是他在拖你女儿 是你女儿心甘情愿 在她身边去暗恋 不可能 我觉得你的女儿是成熟的 她在不断地调整自己 她们发了信息 给她买这买呢 那都超乎同事关系了 但是你把老板叫来今天话 她的立场很奇怪 我以什么立场出现呢 我以老板出现 干物你们的家务事 关我什么关系 但以工作关系的话 我应该在公司去说 而公司里面 你女儿她是很清楚我的态度 就是上下级的关系 所以今天无论 出于哪一个情理方面 我觉得老板 他是不可能出现 而且没有这个必要出现的 我觉得他非常有必要来 真的他过来 要么你还我一个开心大结局 要么你让我彻底死心 智琳姐姐你清醒一点 是否也让我荣蔷的 这五公元 做生下级的代理 优优独播剧场上 来的话 加油 我给大家一查一下 这五公元 唯一得很快 也有一点 不能让我击开 这三公元 稍后 不是 而且 阿姨呢 情绪可以稍微平复一点 无论事实如何 咱们尊重事实 刚才说说自己的真心话了 是一厢情愿 我自己也知道 这五年来是我自己太傻了 因为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 感情上的事情是 你没有办法去用理智去控制的 其实跟他在一起的 有一些场景当中 就是我会觉得是很开心的 可是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还是会很痛苦 包括觉得 就是没有结果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内心是非常非常 我就想问哪 为什么会没有结果啊 不方便说 要不让他自己来说 他来了没有 他是个男人 他应该担当 你希望他出来吗 我不希望他来 如果一个男人他愿意为了你而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不也是一种事 他男人就敢担当 为什么不能出来 你不要这样逼你的女儿 你令到你这个老板以后 我是对你女儿好也不是不好也不是 那最为难的是这个老板说 那我继续以后 我怎么跟你的女儿去上下属的那种对待呢 他要是个男人 他就应该担当 他就应该过来 你怎么确定他就是个男人呢 他为什么不是男人 男人有好多种 他不是男人他给我女儿谈恋爱啊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只是长得像男人 在孙阿姨的追问下 女儿小飞坦诚 六年来一厢情愿暗恋老板 所以无法相亲结婚 孙阿姨却仍坚称 老板对女儿关怀备至 却不谈混乱下 肯定另有隐形 那么六年来 对小飞关怀备至的老板 与孙阿姨女儿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他能有勇气来到现场 接受孙阿姨的告白吗 来 之前我还是要问你几个问题 他如果来了 你敢说你喜欢他吗 我不会说的 你是想把这句话烂到肚子里是吧 可能我对待感情就是比较被动 比较内向的那种 那如果他说他喜欢你呢 你敢回应吗 不会 他说他喜欢你 你也不回应啊 你是个什么人 你好奇怪 你要怎样 我觉得就这样做同事挺好的 只做同事 心里永远保持这种所谓的 所谓的暗恋 是吗 再问你最后一次那个问题 为什么你们俩互相喜欢 却不能在一起 我再问的直白一点吧 他结婚了没有 你作为他的贴身助理 不可能不知道这个 你愿意回答吗 他结婚了没有 我不太清楚 你不太清楚 好吧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这叫什么呀 他还是男人 他来都不敢来 妈你别这样 你说让我怎么讲 你说让我这个老脸往哪搁呀 我今天来就是让你们说个 让他给我一个交代 他人都不敢来 我问一下编导 他来了没有 有可能在第二线 因为我们有些人总是 来了不敢出来 在吗 在第二线 来 向后转 把第二线长打开 你好 大家好 我姓吴 是小飞的同事 你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当着主持人的面 你得给我讲清楚 到底你们两个什么关系 阿姨 你先别激动 我跟小飞之间 真的没什么 还没有 是我没把两人关系处理好 才让你对我产生很大的误会 稍等一下 您刚才说 您没有把两人的关系处理好 我想问一下您现在和任飞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跟任飞就是上一级的关系 那你刚才说关系没处理好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平时那个 我确实是送他那个 下班上班上班 也送他高档服装和化妆品 您的意思是说您是在职场之外 是有点喜欢任飞的是吗 小飞是一个很优秀的员工嘛 当老板的肯定都喜欢优秀员工 这是很正常的 当老板都喜欢优秀员工 那是老板喜欢员工 不是说男人喜欢女人 那不一样 其实 其实 我已经是有家庭的人了 你有家庭的人 你还和我女儿在一块 你把我女儿害了五六年 阿姨你听我说 我跟小飞不是你想象那样 我女儿瞎了眼了 阿姨你听我解释好吗 你把我女儿都白磨了 你还是公司老板 你算什么呀 你太过分了吧有点 你听我解释一下好吗 我不听你解释 你来就是让他解释的 你要听一下 人家说了跟你女儿之间没什么 您这样说他有点 有点过 你先听他说一下 先给他解释一下 他们之间可能真没发生什么呢 来 老吴 你解释吧 我跟人非之间 本身就是 很好的上下期关系 我发誓 我跟小飞之间 真的没有什么 别说了 一定要让女儿离开这个公司 希望你今后 不要和我女儿 有什么来往 离她远一点 你们难道见了 你的上司 见了自己内心喜欢的人 没什么话想说吗 其实我今天根本就不希望他来 因为你知道他结过婚 却一直不敢说 对吧 我反反复复地问你 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有没有结婚 其实这件事情 我一直都是 要瞒着我妈 因为我不想我妈操心 太幼稚了 所以我不希望他来 他今天来了之后 他就会让我妈妈很伤心 因为我妈妈一直都在着急我的事情 我现在都已经快三十岁了 我知道我妈妈一直都对我很担心 我不希望他来 那你今天既然吴先生来了 你是希望他在屏幕里面第二现场 还是到现场来 你跟他之间有一个简短的说明呢 我不希望他来 不希望他来 还是不清不白 你今天为什么要来到现场 我来这儿 一次 跟他妈妈解释一下 第二是在这个现场 真诚地 说声道歉 阿姨对不起 是我错了 小飞为我服输的很多 我也向他真诚地道歉 对不起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老吴 小飞 我希望你不要辞职 以后我会把 我和你之间的关系 处理得更好 让你妈妈放心 以后我会处理好这个 我跟她的关系的 不可能 一定要让女儿离开这个公司 离她远一点 我觉得我们还是 把之前那五年留在我们生命当中 最深的回忆当中 但是从今以后 我希望我的人生当中 不会再有你出现 我们到此为止吧 说得很清楚了啊老吴 妈 我知道 这五年来 我一直都在瞒着你 是我不对 我也知道你为我担心 其实 我都知道你是 为我的终身大事操心 因为个人的问题 妈妈唠叨的太多了 有时候说话呢 也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 原谅妈妈 对不起 从小你都是把 的 不说话呢 我给你们做了 年轻人 大概 也哦 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